啊 谢谢你们 哦我拿上去了哈哈哈 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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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飞在所有的舞台上 整个人都炸了 而且他有这个观众缘 我觉得 龙飞就能赢 赢了那就能就下一个 你应该直接跳下去 然后让他们接着 跳嘴啊 对 我 龙飞你没事了 我要下去得受伤我的人 刚才跳下去好嗨 真是 奶爸带着你们蹦逼 刚才爱福吉利都说了 如果他跳就咋就坑出来了 不过两位哥哥唱得都非常好 好 接下来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了 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150位姐妹们 为两位哥哥的rap比拼 打出的分数多少 请看大屏幕 她们俩选会 我现在 说不准 因为龙飞跳下去了 因为跳下去之后跟观众有互动 还是会加到票的 我觉得 两个人都巧 不一样不一样 爱福吉尼真的不一样 加油 看爱福吉尼和富龙飞 获得的百分比是多少 在舞台上面一个热情度 足够打动所有人 是我不担心 热舞台 我说的算 有信心去让静眼的哥哥来 这是最终的结果吗 FJ你这个表演确实是好 龙飞要怎么办 好 这是最终结果 FJ你获得78.6% 夏娜兔龙飞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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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超级难受 因为 因为呼吓刚才没把我们团的一个人救出来 我好难受 对不起 我想想赶紧去救人 好 谢谢金子 快去吧 因为我觉得不想看到任何人掉队 或者是竞赛 忽然间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就站在台上我就觉得好难受 真的好难受 如果是赶快我能救一个是一个吧 我们太知道杰尼他 想要 营救我们队的哥哥们的那种心情了 就是突然之间让我想起来我们在一起排练 然后在一起相处的那些点滴吧 我觉得很幸运能跟 这几个哥哥在一个团里有这么好的一段回忆 rapper 酷了 直接就拉你一下 要你要救的人就走就完事了 真没事 不需要理由 不需要解释 不需要任何的 一秒都不需要解释 真爱至上 一切都是真爱至上 因为这都不重要 对 这些都不重要 手心手腕都是肉 你救谁都开心 只要救 直接拉走 也不要 我们 我们都ok 我们真的都ok 不是 他们也在纠结 到底救谁 刚刚我们已经纠结半天了 全部都ok 我们刚才一切了 但是刚才顺瑶跟那个胡夏给我有指示 来说先救队长 那你就 你先给我走 这个团队一定要有个主心股 先把队长出来 他肯定有办法 首先第一 我真的是 很感谢我的队员 让我 拥有多少司空的机会 第二就是 希望树瑶可以有一个好成绩 我们还能再救赎一个 爱不见你 不活刘伟